我国今年第三季的服务业务收入指数年比上涨14.5% 所有业务领域的业务都是取得了年比增长 新加坡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不包括批发与零售贸易和住宿与食品服务 本地第三季的服务业务收入指数达144.6 至两年来的最高记录 其中休闲及个人服务业因防疫措施放宽 促使赌场和景点收入增加大涨约七成 运输与仓储业也增长超过三成 专家表示随着年底佳节将至 加上国人出国旅行 下一季的服务业预计将取得强劲的表现 不过服务业的强劲表现到了明年不一定能持续 专家的市场和市场的货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